4月23日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 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立斌 新闻发言人 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 介绍2019年一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 并答记者问 对于近期广受关注的5G融合应用 文库表示 5G建的好不是目的 关键是用的好 在工作当中我们会发现 5G呢 大家现在感觉比较难是建 但是从我们长远来看 建的好应该讲不是5G的目的 用的好才真正是5G的目的 所以说5G今后发展起来 它跟4G 3G 2G都不一样 最主要是怎么样能够把它用好 这是今后5G发展的难点 这方面呢 除了通信公司 我们造手机的公司之外呢 特别需要一些垂直应用行业 全社会的力量来推出一批贴近市场 快速落地的一些好的5G的应用 文库表示 5G发展的很多领域都受到关注 最成熟的是沿着4G的路径 往前走的消费领域 社会生活方面 5G将提供超高清视频 新一代或下一代的社交网络 切入式游戏等促进人类交互方式的再次升级 而除了生活外 还有生产上的应用 我们觉得比较可期待的 逐渐逐渐有在起这个起飞的这个态势的 就是汽车领域 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统计 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6亿辆 而汽车行业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数字化程度比较高 它特别容易进行互联化 叫智能化 有着有着强大的联网动力 这里头呢小到给我们导导航啊 播播音乐啊 大到知道我们驾驶员的一些偏好啊 甚至说在今后配合汽车的智能发展 出一些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等等方面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 最近有些分析师说到三大通信公司 对5G的投入好像低于市场预测 对此文库表示5G不是一天建成的 网络建设从无到有 这个是有一个过程 不是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哈 我在这也想说了 5G也不是一天就建成的 一定是先从一些热点地区 需求热的地方先启动 不断的在发展 不断的在推动前进 就像我们当年4G建设也是如此 所以我想在这不存在刚才说的说 不投5G啊等等这种现象 下一步呢 我们和企业一起 这个加大工作力度 这个加速产业链的成熟 加快5G的商用步伐 早日向大家提供5G的服务 文库表示 现在从装备上看 网络装备基本就绪 5G手机也不断有新产品温室 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让大家体验到 但是5G一夜之间像4G覆盖的这么好 也不太现实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